在CBA一个赛季增重接近20斤 杨汉森最新的体测数据和球探报告是什么水平 体测数据显示 杨汉森的身高为2米16 地盏达到了2米24 站立膜高2米85 对比浓煤2米74的站立膜高 杨汉森的精彩颠覆确实非常不错 而且杨汉森在去年U19时体重近为115公斤 如今杨汉森的体重已经达到了124公斤 对抗能力明显增强 在近日美媒更新的专栏文章 报告里从进攻对抗组织防守4个维度 分析了杨汉森的优缺点 进攻端杨汉森左右手均航且都能攻框 内线终结能力很强 而且杨汉森还有出色的脚步和敏锐的进攻嗅觉 对抗方面杨汉森的对抗依然很弱 即便是大打小 杨汉森也更喜欢利用自己的技巧 球方整体偏软 没有很好利用顶级的静的天赋 组织方面杨汉森有着很出色的传球能力 他的视野广阔 但他对于比赛强度的判断能力不足 容易出现一些失误 在防守端 杨汉森有着不错的禁区威慑力 但是他在横移方面实在太慢 在防挡拆方面也很一般 在报告的结尾 文章认为杨汉森是一位非常值得关注的球员 但一旦你观看越来越多他的录像 你会开始意识到 杨汉森的弱点会使他和NBA还有一定差距 所以各位认为 明年的杨汉森还有机会登陆NBA吗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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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